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沿路救医这件事情刚才已经讲过 其实最理想是按照需要就出动 所以每一个救护车的人员都要把病人认为是可能的新冠肺炎感染者 反正你该做的防备的话防备 该送医院就送医院 这样应该是比较不会影响运送的效率 第二点 现在案例的确是大幅上升 我猜如果今天是已经了2000多 这早就超过了医院跟防疫旅馆的容量 所以应该现在有相当多人都放在家裡 只是说本来中央是说一周内要启动居家照顾 我想那个来不及了 我们台北今天就已经全面启动了 不过这样 我倒觉得这样 现在抱怨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就该努力 我们作为地方首长该努力的就努力 总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给市民朋友最安全的照顾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都在应变当中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